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近期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 首先是维吉尼亚州参议院辩论中 参议员凯恩与其共和党挑战者曹之间的激烈交锋 双方在非法移民及进口商品关税等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曹的军人背景使他对军方政策的批评引人注目 而凯恩则强调了宣传军队的必要性 两人之间的分歧明显 接着我们将转向国际舞台 以色列在被鲁特中心地带的空袭造成了多名死伤 这一事件标志着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随着地面战斗的加剧及以色列军方的强硬回应 局势似乎朝着更大规模的冲突发展 这场战争的影响不仅限于地面 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反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的节目聚焦在两个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上 首先我们来到美国维基尼亚州的参议院选举辩论现场 随后将深入探讨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紧张局势 在维基尼亚州诺福克的参议院辩论中 现任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与共和党挑战者洪曹 进行了一场唯一的辩论 这场辩论在诺福克州立大学举行 历时一个小时辩论的焦点包括非法移民 进口商品关税等热门话题凸显出美国政治的分歧 曹是一位退役的海军军人 他在辩论中批评了军队中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措施 以及对军人的COVID疫苗强制接种政策 他认为这些措施影响了军队的招募 他提出军队需要那些愿意为国捐躯的年轻人 而不是通过变装表演来吸引人加入 而凯恩作为参议院武装服务委员会的成员 回应说曹的批评是红飞鱼 他认为真正的挑战在于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军队的好处 并更好的宣传诸如GI法案等福利政策 以吸引年轻人参军 讨论还涉及到前总统特朗普关于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的建议 曹支持这一提议认为不应该对国内产业征税 而是对外国进口产品征税以保护美国市场 凯恩对此持不同意见 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导致商品价格上涨 给消费者带来负担 关于非法移民问题 曹没有直接支持大规模驱逐 但强调遵守法律的重要性 他通过个人经历说明了合法移民程序的艰难 告诫那些非法入境者应遵循法律程序 凯恩则认为大规模驱逐会破坏经济 他批评共和党未能通过更严密的边境安全法案 在辩论的政治背景下 凯恩的席位被认为是民主党稳固的堡垒 尽管特朗普对曹表示了支持 但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曹的胜算不大 因为维基尼亚州的中间选民和对特朗普的不满情绪 以及凯恩在当地的影响力 接下来我们转向中东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 尤其是以色列对贝鲁特心脏地带的空袭 这次空袭是对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真主党的行动 造成至少6人死亡 被认为是以色列在与真主党的冲突中最致命的一天 这次空袭发生在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背景下 以色列军方称 这次袭击是一次精确打击 目标是贝鲁特中心区域的一座建筑 距离黎巴嫩国会非常接近 此外 以色列还在南部达西耶区进行了一系列空袭 在一天之前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180枚导弹 随后 以色列在南黎巴嫩的地面战斗中有8名士兵遇难 这次的军事冲突 使得外界对于中东地区 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战争感到担忧 真主党声称他们在黎巴嫩境内与以色列军队交战 摧毁了以色列的坦克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 对抗伊朗极其盟友的威胁 黎巴嫩的死亡人数在以色列的空袭中持续上升 伴随着大量居民的流离失所 国际社会对此反应强烈 美国总统拜登呼吁以色列采取相称的行动 并与七国集团协调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 这两大事件不仅揭示了国内政治的分歧和国际冲突的加剧 也反映了当前全球政治的复杂性 在维吉尼亚州 选民面临的是国内政策的选择 而在中东 国家之间的冲突则可能对全球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无论是通过选票还是外交手段 如何平衡各自的利益和责任 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考验决策者的智慧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深入分析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获取更多的深度报道和分析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首先要明确的是 凯恩和曹的辩论中 凯恩的立场明显更有利于经济稳定 凯恩指出 对进口商品征收更多关税 会导致消费者承担更高的价格 这无疑会增加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成本 历史上 关税政策如斯木特获利关税法案 就曾导致全球贸易紧张和经济衰退 这是美国历史上不容忽视的教训 更何况 凯恩对于非法移民的立场 更具现实性大规模驱逐 不仅不切实际 而且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